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才到了暗暗以前的闺房门前 那人吉娜很是安静地坐着 仿佛不知道时间的流逝 洪轩就这么静静地看着那人吉娜 没有出声 好似不忍大断那人吉娜的沉思 良久 洪轩才缓缓地说道 你这是何苦啊 那人吉娜这才精觉有人 猛地抬起了眼 一见到洪轩那眼眶就红了 但是却将眼泪给枪忍了回去 过了半晌才说道 你这么忙还叫你跑一趟 实在是对不住 我本来就应该看看你的 说完洪轩一时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场面便沉默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洪轩方说道 你还好吧 那人吉娜摇了摇头 轻声地吐了两个字 不好 洪轩脸上的笑容撑不下去了 喃喃地说道 何必呢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 那年 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会去热和的 那样的话 就不会认识你 也不会喜欢你 那么如今 我也不会这般的难受了 你 你别钻牛角尖了 那人吉娜的眼泪 还是没有忍住 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哪儿不好 你告诉我 你很好 那人吉娜摇头 悲伤地说道 别说我很好 竟然我很好 你为什么不要我 洪轩抬起了头 看着他 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已娶气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不稀罕狄气的位置 我不稀罕 我只稀罕你 你不稀罕给我当狄气 当什么 侧附近 替你在旁人面前占规矩 我能做到 我不会对放入不敬的 不是为这个 那为什么 洪轩想了想 我知道你很好 也知道你对我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 我到底喜不喜欢你 听到洪轩的这一番话 那人吉娜浑身的一阵 难难地说道 比我猜想得好 我以为 你肯定不喜欢我 洪轩走进了那人吉娜 也许我真的不喜欢你吧 反正这三年 我过得挺好 几乎没怎么想起你了 你 你怎么能这样伤人啊 洪轩 洪轩伸手 擦了擦那人吉娜的泪痕 现在上你 总比日后上你好 我不怕的 洪轩扯了个笑容 我怕 见那人吉娜的雪恶然 洪轩自嘲地说道 我真的怕 虽然我不知道 我到底喜不喜欢你 但是我却知道 你是我这辈子 都不能冒的人 所以我希望你过得好 真的 我怕我不能够让你高兴 只会让你哭 我怕你日后会怨恨我 所以我宁愿现在伤你 你现在即使恨我怨我 但只要你能找个好夫婿 总有一天 你会感激我的 你叫我怎么找个好夫婿啊 你凭什么认为 若是离了你 日后我就会过得好呢 如果你是个汉人 我肯定不会让你走 可是你是蒙古人 蒙古人对男女知识 没那么多的讲究 所以 日后娶你的人 心里不会有歌的 只要你愿意努力 你就能过得好 至少 有一半的机会 能过得好 那人吉娜 靠在了洪轩的肩膀上 痛哭了起来 洪轩也红了眼眶 摸着那人吉娜的头 说道 就说你这么喜欢我 你就应该过得好才是 那人吉娜听了 已经泣不成声了 洪轩继续轻声地说着 如果你真的有你所想的那么喜欢我 那就好好地过以后的日子吧 别钻牛角尖了 日后就算我后悔放了你 但只要是知道你过得好 我就安心了 我再等你几年 等你想明白了好吗 不要 就算日后我想明白了 我真的喜欢你 我也不会娶你的 因为我知道 跟了我 你不会过得痛快 我愿意 但是我不愿意 不管我喜不喜欢你 我都希望你能过得好 想哭就哭 想笑就笑 想发脾气就能发脾气 而不是世事都要三思而后行 而且我也怕 怕宫中的生活 让你我变得面目全非 所以 你还是找个人好好地嫁了吧 可是 我帮不了你怎么办呢 等你找到了你一辈子 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你就会知道 忘记我 或者记得我都不重要了 洪轩和那人吉娜这边 一片地抽云惨物 欺然地不得了 而阿鲁诺那侧 则是尴尬 充满了整个的房间 因为十四也来了 而且是闯进来的 阿鲁诺万万没有想到 十四今天回来 而且还指名道姓地 说来拜访阿鲁诺 当然借口 是他两个儿子 托十四带来了心寒 阿鲁诺自然是不见的 虽然知道 要和十四将情况说清楚 但是今天明显不是好时机 侄儿侄儿女们可都在呢 于是被拒绝了的十四 便火了 冲了进来 当然 当看到安安的时候 十四才知道自己莽撞了 很是尴尬呀 在恶然的安安的注视下 十四只能样样的将信 递给了阿鲁诺 还解释了那么一下 也不知道你会不会识字 万一 万一你不会呢 是吧 与其叫人帮你代笔 还不如叫爷烧个口信呢 宝利德和呼冷斯 都是党得用的人 要是传信传的插错了 让他们心不在焉 就不大好了 安安听得更是恶然了 天哪 大清的西征元帅 就这个水平啊 怪不得现在大军 是进是退 还都搞不明白呢 阿鲁诺没有去计较 十四那犹如他智商的嫌疑 而是很是配合地说道 谢过十四爷 本来是怕耽搁 十四爷的时间 所以才叫奴才 接过信来就好 不周到之处 还请十四爷见谅 无碍无碍 那个 我 我是烧口信还是 那我 还是给他们写信吧 如果十四爷不麻烦 不麻 不麻烦 过两天 也再过来 安安已经恶然的 不能再恶然了 忍不住确认他 十四说 你要亲自过来取信呢 十四一听 急忙说道 不 不是 叫人过来取 我先走了 你们慢慢聊 临别的时候 十四还露出一个 必哭还要难看的笑容 冲着安安说道 你和你小爷的感情真好 感情太好了 你该不会是天天都来陪你小姨吧 没有 我没怎么出宫的 平日都是小姨进宫 那今儿还真是巧啊 安安赔了个笑脸 总觉得今天这个十四书怪怪的 也许是为了证明安安的第六感是正确的 已经走到了门口的十四 突然又转了回来 冲着安安说道 哎 呃 那个 呃 呃 你两个表哥 托我给你小姨带一句私密的话 呃 就一句 安安心想 什么私密的话是十四书能知道的 而自己却不能知道呢 真要是论起来 自己才是保利德和呼伦斯亲近的人吧 不过 安安还是忍住了满心的疑问 主动地走到了院子里 将空间留给了十四和阿如诺 阿如诺见状 皱着眉头 小声地说道 十四爷 我不是都说了 要带信的吗 呃 爷只是想告诉你 爷不怕安安知道 只是如今皇上才登基 一切都得缓着来 免得节外生枝 爷 爷就是知会你这个 免得你以为爷觉得你见不得人 然后不等阿如诺反应过来 十四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等十四走后 安安并没有问阿如诺 这十四到底带的什么私密的话 但是阿如诺却主动地笑道 哎呦 这两个孩子可真是的 说是没给额娘准备礼物 叫我帮着置办一下 还说一定想法子 找到西边的特产呢 阿如诺的说辞倒是能接受 可是安安就是觉得不大可信 因为十四反常的有些弱智啊 不过安安也没去纠结这事 而是很配合地冲着阿如诺笑道 他们也太客气了 额娘知道后还不知道会怎么乐呢 前院的十四没有达成目标 但是后院的形势却基本上如洪轩所愿 那人吉娜虽然很是悲伤 但却还是无奈地接受了现实 答应洪轩回到蒙古就找人嫁了 然后好好地过日子 洪轩 将你的下辈子许给我吧 那人吉娜还是不怎么甘心 洪轩苦笑道 那人吉娜 别这么早地就将下辈子轻易地许了出去 也许等你在泥流之际的时候会改变主意呢 不会的 那人吉娜坚定地说着 这辈子还很长 你别那么笃定 那人吉娜听我的 哪怕你坐在轿子上的时候 心里还在想着我 可是当你喜怕被揭开的时候 你眼里和心里只能有你的丈夫 就算是忘不了我 也一定要将我给藏好 藏得连你都以为你真的忘了 没有哪个男人会喜欢守着一个 日日思念别人的男人的老婆 洪轩 你真的很讨厌 哪有这样的 你连下意识都不给我 凭什么还要我听你的话 只要你真的用心对你的丈夫 如果 如果等你老去的那一天 你还是很遗憾 依旧想将下辈子许给我 我答应你 下辈子我一定娶你 只娶你一个 不让你伤心 那人吉娜 一下子就扑进了洪轩的怀里 乌叶地说道 洪轩 为什么上辈子 我没有叫你答应我这个呢 洪轩搂着那人吉娜 懒懒地说道 哎 谁知道上辈子的事啊 也许上一世 我们只是聚诺 只要在这一世相见就好 那人吉娜哭着说道 那得多惨 才能止奢求能够相见呢 洪轩 露着那人吉娜 干嘛老往坏出下了 也许上辈子 咱们只是擦肩而过呢 连话都没有说过一句 只是不约而同地 在人群中多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呢 便记下了彼此的容颜 于是便在某一天 烧相祷告 期待这一世能够重逢 能说说话呢 那人吉娜说道 洪轩 那咱们日后 一定要尽妙 焚香祷告吧 那人吉娜突然发现 原来光当是人 同意还不行 还得神仙同意才行 洪轩说道 我祷告就行了 等你临终的时候 若是没有改变主意 就再祷告吧 那人吉娜 没有再坚持 而是说道 那你要说 下一世 我们要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顺顺利利地 结为夫妻 生儿育女 开开心心地过一辈子 哎呀 你怎么也该 让我辛苦一点吧 不说不远万里 好歹也得让我 追一个千里 才能将你取到啊 不要 我不要你那么辛苦 我就要一切 都顺顺利利地 傻丫头 答应我 努力过好这辈子 那人吉娜 从洪轩的怀中 抬起了头 睁睁地说道 洪轩 你会不会 也将我藏起来 藏得 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其实你真的是 喜欢我的 那人吉娜 眼中的泪珠 还在不断地 往下落着 洪轩愣了愣 挤了个笑容 说道 不知道 反正我只知道 希望你能过得好 这就够了 洪轩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过的 只要你叫我做的事 我都会做 你不用担心 真的 我一定会好好过的 洪轩用手擦去了 那人吉娜的眼泪 说道 若有人欺负你 只管告诉我 我一定会给你出头 那人吉娜点了点头 洪轩再一次地 轻拥住了那人吉娜 空气中充满了伤感的味道 而这时却听到 安安在院子里 高声地说道 弟弟 花马找你 洪轩和那人吉娜 都是一阵 洪轩忙 杨生说道 好 我马上就去 然后又低声地 对那人吉娜说 叫妹妹陪你一会儿 等眼睛消肿了 你再回去 见那人吉娜 点了点头 洪轩又说道 啊 你来陪课 啊 我知道了 洪轩看了看 那人吉娜 一字一顿地说道 那 我走了 嗯 你也要好好的过 洪轩微微地点了点头 刚出门 就碰到了安安 照顾好他 安安一进屋 就问着 红肿着一双眼 脸颊上 油挂着泪痕的 那人吉娜 哎呦 怎么伤心成这样啊 我弟弟怎么说的 那人吉娜擦了擦眼泪 说道 他许了我下辈子 我们都答应这辈子好好过 安安听后没有作声 良久才说道 啊 那我叫人打盆水来 给你洗洗脸吧 晚上安安回宫后 刚进楚秀宫 便叫人去通知洪轩 说他这个当姐姐的 有事找他 却听太监说道 洪轩去了畅春园 所以安安见到了 秦母阁后 就问道 额娘 出什么事了 不是黄阿玛 叫弟弟去养心殿了吗 怎么眼下又去了畅春园 难道黄麻法 秦母阁叹气说道 哎呀 台湾的林横谋反 你黄阿玛 叫洪轩去福建了 不会叫弟弟领兵吧 安安张大了嘴巴 秦母阁说道 哎 不知道啊 刚从洪轩过来的时候 只是说明 从畅春园直接出京 你阿玛还在忙着呢 我也没有细问 安安想了想 哦 那额娘 您别担心 阿玛不会叫弟弟 身内险境的 啊 这我心里有数 只是你黄阿玛 才等级 却出了这个事 她的心里 肯定不好受的 黄阿玛 那我赶紧去阿格索 红尘他们 刚和我一起回来的 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呢 我去拦着他们 免得他们 得了这个消息之后 逃去找黄阿玛 要去观战 给黄阿玛添堵啊 秦母阁说道 嗯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哎呀 他们明儿就得上 昌春园 陪你黄阿玛 反了 我得和他们 好好地说说规矩 你黄阿玛 今儿肯定是顾不上了 哎呦 那肯定好好地 提醒提醒四弟 秦母阁点了点头 嗯 是啊 就是不放心他 哎 对了 红轩和大人紧纳 是什么结果呀 续了下辈子 然后这辈子 各自好好过 秦母阁叹息了一声 没有加以评论 暗暗见状 说道 我本来是想找弟弟的 就我对弟弟的了解 他肯定是有点 喜欢大人紧纳 否则 哪会管大人紧纳 这辈子过得好 还是不好啊 弟弟其实对外人 冷心冷废着呢 你瞧瞧他对方如 算了 他都是成年人了 我们还是尊重 他的选择吧 可是 也许他选错了吗 如果呀 他真的喜欢那人紧纳 不管他的选择 对他而言 是好还是坏 暗暗 你都别再插手了 尊重红轩的选择 喜欢一个人 其实就是希望他过得好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够懂的 也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够做得到 反正额娘啊 是懂得这个理儿 但是十有八九 是做不到 所以 红轩喜欢那人紧纳 额娘真的是 有点不敢相信呢 额娘 我怎么 没有听明白呢 你个傻丫头 怎么到现在 还不开窍呢 不过没关系 额娘啊 也是开窍的晚 额娘 你嫁给黄阿玛的时候 好像还小吧 秦梦哥心想 我上辈子 活了三十年呢 但嘴里却说 哎呀 咱们还是快去 阿哥索吧 请不吝点赞 词曲员 到底是什么